韋翰剛才的這個分析 其實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當然如果 如果它有前提嘛 就是除非你剛剛講 它的前提是什麼 若開放國際疫苗 疫苗什麼時候進入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問題 這也是所有現在台灣人民在期待的 如果我們現在的疫苗夠 誰要去打殘劑啊 我們的疫苗如果夠了 現在是你到了診所 你還可以挑 你有三種四種疫苗 你高興打哪一種就打哪一種 我們現在還需要淪落到去搶著打殘劑 還要把殘劑當作特權嗎 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疫苗啊 所以如果今天蔡英文 再沒有讓台灣人民有足夠的疫苗 而且是國際大品牌的疫苗 蔡英文的支持度還會再跌 因為台灣人民現在已經忍無可忍了 我們第一波的本土疫情到現在 第三期警戒四個禮拜 還要持續再往下走 我們現在眼看著第二波 Delta變種病毒的第二波本土疫情 又要來襲 大家想想看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狀態啊 就我們現在的腦袋 大家回想一下幾個禮拜以前 我們還是一天五百例六百例 我們的往生的這個人數 還是二十人三十人這樣的數字 我們的病房是不夠的 我們整個前線是吃緊的 如果Delta病毒 真的全面入侵台灣 我們恐怕還要再經歷過一次 台灣人民已經動不掉了 台灣人民真的已經忍不住了 尤其是當今天台灣人民看到民進黨政府 日本捐個疫苗給我們 民進黨的政府的官員是多感謝 上臉書去感謝 上推特去感謝 連我們的什麼101啦 連我們的圓山飯店 都還要點燈感謝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日本捐給我們這麼感謝 美國捐給我們這麼感謝 立陶宛捐給我們 我們都這麼感謝 那為什麼郭台銘捐給我們 指揮中心看起來不太稀罕 為什麼慈濟基金會捐給我們 行政院看起來不太領情 為什麼佛光山要捐給我們 指揮中心看起來並不太想要呢 這是大家想不懂 搞不明白的事情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什麼疫苗都要嗎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 莫德納買了505萬劑 加上美國捐贈給我們的250萬劑 大概就750萬劑 如果今天郭董台積電的1000萬劑的BNT 加上現在慈濟基金會的500萬劑BNT 再加上工商協進會250萬劑的BNT 大家算算看 我們台灣國際大品牌的疫苗的量 就絕對足夠了 我們還不要把那1000多萬劑的AZ算進來 因為畢竟現在AZ大家還是有高度的疑慮 連WHO都認為說在第二代發展疫苗的時候 AZ或者是Johnson & Johnson恐怕沒有辦法 走到第二代的疫苗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什麼 我們沒有疫苗 我們手上什麼都沒有 我們的老百姓是沒有武器的情況之下 要去作戰的 死活的 面對生死關頭的都是我們台灣老百姓 不是這些大官 大家放心 這些大官早就做好了所有萬全的準備了 他們周圍的人每天可能都快篩一次 我們這些大官員這些名義代表 可能每兩三天都篩一次 他們不會在第一線的 在第一線是誰 在第一線就是像剛才的這位老闆一樣 像現在每一個在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一樣 我們每天都在很努力很認真的生活跟工作 這些人才是第一線 真正要面臨犧牲的時候是我們 所以台灣人民現在之所以 民怨到如此沸騰的地步 就是大家想不懂 人家捐你疫苗 你究竟是有什麼好高傲的 你究竟是有什麼好刁難的 如果你對美國對日本對立陶宛都這麼感謝 為什麼你對郭台銘 對慈濟 對佛光山 對台積電 或者是對工商協定會 你要用進了各種的門檻 用進了各種的文件 用進了各種的方式去拖延這樣的進度 我們就要來看到民生的聲音 我們剛剛看到 岡山餐廳老闆 他剛剛也跟我們視訊 他現在還在線上 我們請老闆一起來看接下來這段畫面 這也是民間的聲音 民間鬥市團體代表徐尚賢 他日前開了宣傳車 在高雄市府前的按喇叭抗議 被警察包圍開單 他今天再次的發起了 堅決反對政府擋疫苗 反對當疫苗白老鼠的成型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抗議 之前不是有62位的民進黨立委 阻擋原本8月底要來的 3000萬劑的國際認證疫苗嗎 那時候呢 就被擋下來了 但其中有一位就是趙天麟 因為趙天麟 他也是簽署的立委之一 所以今天呢 這 徐尚賢他就希望能夠 為大家來討公道 尤其對這些 因為新冠疫情 結果呢 死亡的這些人來討公道 要讓人民有活下去的權利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這段畫面 是 現代的政府 高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我的口罩 你会害我 我的口罩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口罩 警察被裡了 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土瓜耳壇 我的口罩 結果馬裏被警察打 Lightning 警察 razor 警察 awareness 尾聲 警察 Lighting 你要繼續給他 去抗議結果呢 後來被警察帶走 他也被警察逮捕 我接下來要請問一下 岡山餐廳的老闆 汪老闆 你也看到了這段的畫面 其實他也是希望跟人民 代替人民來討公道 他也是希望能夠要有疫苗 老闆其實我們剛剛在網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的網友都為你加油 說老闆加油 真的 我看到你下跪那一畫面 大家都非常的心疼 老闆你自己看到徐尚賢 他開著宣傳車去高雄 希望能夠為這些 不幸死者來討公道 希望為這些擋去了 本來應該在8月底要進來 國產國際疫苗的這些立委 居然讓他不要讓他進來 所以其實他也代表了人民的心聲 老闆你看到這段的畫面 你內心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感觸 感觸很深 記得說大家都說國會過半 好辦事 真的好辦事 國會過半好辦事 一言堂 說怎麼就怎麼樣 說怎樣就怎樣 所以說 有時候孤枕無力以為天 沒辦法 這種世界走到這樣 所以8歲要用自己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意思 這個無奈 我們說真的非常不甘 你知道嗎 目前表達方式不一樣 老闆你跟 你在地的一些好朋友 平常的時候談到這個 就是說目前政府的這些 施政的措施 是不是都覺得非常的失望跟難過 大家都怎麼認為呢 大家怎麼認為 我們說今天 現在大家都正在說 政府 現在政府根本 都沒在聽八聲聲音 沒在聽八聲聲 什麼可以溝通 可以溝通之後再溝通 溝通 溝通 跟說兩句話就不行 是要怎麼溝通 要溝通在哪裡 像早上一樣 大家說我在演 我告訴你 勤到深處就是這樣 給感觸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早說到現在 我都不敢想到家人找 你知道嗎 老闆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 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網友 為你加油打氣 都說希望老闆加油支持你 因為你真的是 就是代表很多人民的心聲 人民就是希望要有疫苗 人民就是希望能夠有安全的一個環境 但是現在變成 政府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真的是很難想像 我說一個 今天我們朋友 他是遲風機的濟工 他在15號 從15號開始 有施打疫苗 長輩有施打疫苗 他都有 這個濟工 照說濟工是不是 遲風就是這樣 這 這順序裡面嗎 應該可以施打的啊 他們都沒有 連疫苗都沒有 那不是就是說 你不給他槍 不給他子彈 叫他上戰場 我覺得政府做人家不知道 我們說這個 講文綽綽的我不會啦 我說得那麼直接 就是確定民意就是這樣 想不到有什麼 所以他在做什麼工作 他在做的工作就是 那個長輩 他說會有的糙米 我們看他貼得很近 萬一他要是粉絲 要是有染疫 那我們怎麼辦 他們走了之後 他們屁股抬起來 他們要去做一些消毒的工作 也要進到醫院裡面 那為什麼不給他們打一針呢 對吧 我覺得政府在做人家看到 到底 粉絲政策說他們的單位就是 受於內政部 所以不是醫療 所以沒辦法做 你聽說我多難 對 真的老闆 我們聽起來真的也覺得是 真的很無奈 今天真的謝謝老闆 跟我們視訊連線 關訊你剛剛看到 包含了徐尚嫌 想要去抗爭 結果被警察帶走了 剛剛看到老闆也下跪了 就是怎麼會 台灣現在目前的環境 會變成這個樣子 台灣本來不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地區嗎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正好嘛 台灣說的 我們一般在講的嘛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最醜陋的就是官啊 你看到我們剛才看到 包括我們的汪老闆 包括徐尚嫌 他們是要獲取政治利益嗎 他們不是耶 他們只是單純的 希望能夠要求 可以讓他們活下去 要生存的權利 可是居然連這麼一點 卑微的要求 的訴求 政府都不願意去聽 不願意去接受 我跟你講這現在目前的執政黨 我們的政府 就真的鐵了心 他做什麼事就鐵了心 我就是要瞞幹到底 我不讓民間採購疫苗 我就是要讓高端 要讓聯亞 讓國人施打 我就堅持我要做到底 你民間不管郭台銘 不管台積電 不管慈濟 不管佛光山 任何的團體 我就是不會讓你順順利利的 只要你不贊同我 你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這樣的政黨很好選耶 這樣的政府很好做耶 跟各位講一個笑話好了 大家應該還記得 嘉宏傑捐救命神器 整個社會感受到 這樣子一個民間救助的溫馨 我們總統三天 三天後打電話給他 你看親自打電話給他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呢 因為慈濟 慈濟說要買疫苗 買五百萬劑對不對 在衛福部沒有獲得到幫助 發了聲明 我們蔡總統下午也打電話給他 也是一樣三天 三天 那我就想問啊 那這樣子我們的CDC 我們的衛福部在做什麼 不管人家要捐助 或是地方基層醫療院所 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民間要捐助疫苗 我每一個都要找大人啊 我都要面勝 我都要求總統 那這樣子的CDC 這樣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作用在哪裡